大家好 欢迎回到《正香煲》节目时段 今天是2020年12月8日星期二的下午时间 今节继续有我许刘山 还有《望向全能战士》大马尔 马来劲 各位网友好 澳洲红只饼真bc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才是珍迪好 记住赞我们的影片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 《正香煞冷器》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好了 一较醒来又是变到这个许智峰 往后延后的问题都相当之多 各界都要对他的事件都没办法 有时政治人物或者特首都难以避免 都要说两句 不过见到林郑这样说 哇 简直大快人心 这篇话说得非常好听 所以一定要分享一下 看到一些媒体那里就问到特首 喂 许智峰那些户口被人冻结 还是怎样怎样 然后说他有什么流亡 有什么冻结 解档 然后再冻结 那些这样 他在说像鱼生那样 是吧 捉了回来就冻结 然后解档 然后不知道 可能又再冻 冻完之后用来吃那些 要当他许智如生 那说一下 那林郑说了一句呢 我觉得都挺搞笑的 他就说 哎呀 就是问他 他有什么东西的前科啊 有前科的这人 意思是说呢 你相信一个人的言论 应该考虑一下他 有什么东西的前科呢 你要想一下这人究竟干不干净呢 他做过什么呢 我们昨天节目都说过好几次了 就是那85万的去向 不要看到扯猫尾在转移视线 不告诉人家 你只是告诉人家 那些钱全部放在金丝眼的肥佬那里 但是也没有说 如果你觉得现在警方有85万的问题 你就说那些钱在肥佬那里 那你应该叫肥佬出来说两句呢 肥佬会不会都走了 或者准备走啊 暂时都还在 如果说一几百万这些 就走路一世的 又没得再做律师的 去到英国又做扎薯仔 那其实值不值得呢 就客气了 一起 因为这些钱不是你的嘛 其实这些额外多出来 这几百万来的嘛 那你就拿出来 你就给人家就算了 你捐到612也好 捐去买饭也好 什么都好 是不是呢 你没理由这样的嘛 你为了贪那些钱 可能自己也有陪伪啊 是吧 那我们说一下今天 林郑怎么说呢 那个见记者好吗 好 可以算是啦 首次就向媒体 就回应许智峰这件事啦 那他就说啦 不会评论整件案呢 那些细节的 还是怎样的啦 就是什么 什么佳爷仔啦 又说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时候去泰麦啊 都不想理他这么多 不想理你啊 理你都傻啊 都不想跟你瘋了 不点名呢 就批评这个许智峰啦 特意向这个法庭讲大话啦 反问他 社交媒体的言论呢 其实是不是不可信呢 是吧 有记者还过瘾啦 他说 冻结许智峰的户口呀 你担不担心呢 影响香港的国际中心的声誉呀 扯 当然啦 林郑宜我当然不要说扯啦 他心里面可能扯了他 蛤 他拔了嘴 当然一个口罩遮住嘴 看不到他拔嘴啦 他说啦 就是刚才所说啦 就不会评论他 怎样怎样的 细节就免得说啦 但是想问一下呢 问大家公众 今次 这个好东西 我们要学一下东西啦 未必 有时候呢 未必要很正面去答一个问题 有时候反问回反问得好的话呢 反而是更加发人心醒的 就是说啦 喂他说想反问一下公众啦 今次的冻结行动 针对的究竟是什么人 蛤 那跟着就说啦 可能当你想着这个问题 你的答案的时候 因为很多人每个人心里面的答案 都是有不同的嘛 他就跟着就立刻说回啦 这一个 涉案人士 是一个向法庭讲大话 找方法离开香港的人 违反了保释条件的人 没错 哼唱有力啊 说得好啊 正啊 说得好啊 接着又再反问了喔 一问一答 一问一答 我觉得 非常之好 大家学习啦 接着又再反问了 那 我又问一下你啦 那这个人 这样的人 值不值得信任呢 如果对香港国际中心地位有任何损害的话 这个人 就是一切的源头 哇 好耶 非常好啊 就是呢 你不要赖 香港政府是这样啊 如果你试试试问下 假如是一个外国人 等于曾必思 或者大马sir 出去和一个人聊天的时候 就聊 啊 香港有一条人呢 他就被警方在检控的 例如非法插劫啊 不承受使用电脑啊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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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 这样那样啦 那跟着呢 就扎扎扎扎扎 跟法庭说了 跟着呢 就穿了草啦 走了出去之后呢 又说自己什么流亡啦 还是怎么样啦 那 香港政府又发觉 好像说有些之前说 网上酬钱回来的东西呢 好像有问题啊 政府凍结了他的户口 接着呢 隔了一天左右又开回给他 但是扣起了当中少了少钱啦 你觉得这样呢 是不是会影响 会影响香港的银行的国际地位呢 我觉得不封就影响了 是啊 没错 有个弃保潜逃的人 给他弃保潜逃 跟着就在外国拿回钱出来 再说要搞你香港政府啊 是啊 就是说要搞国际线来搞你啊 还要光复之日回来煲底劍啊 当然啦 政府那方面也说了 不是说 李sir那时候也出来说了 不是因为他着草而冻结他户口的 那我们这里要说回那个事实先啦 那林郑说得非常之好啦 那再有记者呢 就追问 追问下去了啊 嗯 他说呢 你不信了一个人 那是不是代表呢 可以不理会警方 然后冻结 解档又再冻结呢 这个做法对香港银行的体制的信用影响啊 那调查过程呢 又是不是缺乏这个法律基础 或者涉嫌这个 程序出错呢 那记者就追问了啊 那 究竟 那现在其实可以说 警方是不是没有这个理据 还是怎样呢 只不过没有说你听而已 那加上都是这件案件 作为调查中 他怎么会说那么多给你听呢 那好了啊 那林郑是怎样回答呢 哇 相当精彩啊 答得 嗯 那 许智峰 不要以为自己这么淡定啦 不过没办法啦 他已经拿了钱出来啦 有钱就硬硬硬 警方将会全面调查 调查的结果呢 也都会交由给这个律政司 就独立作出这个决定的 如果最终呢 是检控到法庭会有公开的审讯 那么当然啦 这个公开的审讯 那么公开的审讯呢 许智峰是不会出席的 他是一个空凳来的 因为他已经通缉犯了 是 如果到时候真的通缉了父母呢 和他老婆都挺精彩的 是吧 就是全家都做逃犯哦 都挺有创意的 是吧 你父母是什么职业的 逃犯 逃犯 你老婆做什么 逃犯 那你呢 都是逃犯 家门不幸的 是 还是光宗耀祖啊 许智峰好像觉得自己光宗耀祖多了 光宗耀祖啊 是啊 你那些就是 你试试那些 你的小朋友去到 以后和朋友讲啊 或者是 在外地认识到新的同学仔 看一下对方会怎么想你 如果他真是在英国读书 为什么你们在香港来英国读书 我爸爸是逃犯来的 你看看正常的小孩怎么去想 是吧 要花费多少唇事才说服到对方呢 可能是否说服到这件事 可能花了很多唇事都说服不到 你和人说啊 喂 你爸爸是什么 哇 你可能说 我爸爸很厉害的 以前是立法会议员来的 那是什么立法会啊 然后我说说说说几句给他听 总之很厉害的 叫尊贵的立法会议员 那你爸爸叫什么名字啊 你上网找到了 我爸爸就立法会站在最前线 站在最前线的 个个都说他很厉害的 是英雄来的 回到Google的时候 嘟嘟嘟嘟 喂 你老爸不是英雄啊 是狗红多些啊 喂 通緝犯来的啊 你觉得你天天还没有朋友跟你玩 你会吓死同学啦 是吧 是 那我们继续讲一下吧 就是等于这样而已 如果真必识 就是你的儿子突然间 突然间跟你说 喂 我有个新同学 都是懂得讲广东话的啊 爸爸 那他是谁的儿子啊 那他从哪里来的啊 我没有啊 他爸爸原来在 以前呢 只带着他头盔和猪嘴 给他爸爸的照片我看的 跟着他说呢 他爸爸呢 是流亡过来的啊 他说呢 他说呢 他经常玩手扣的 跟着可能在家里呢 然后 去到家里的时候 有光时的旗在那里的 他说现在是逃亡过来的 是通緝犯来的 那他吓死你了 立刻带走个儿子 那我们言归正传啦 那我们说回 就说了 如果真的检控了法庭的时候 就会开審啦 那政府啊 跟一个难以 有公信力的人 去比较的话呢 政府做事是有规有矩的 我们是要讲证据 讲事实 这句相当之应景啊 喂 你许智峰有什么差异的公信力啊 我真的不觉你有什么公信力啊 只是检测潜逃都已经没了啦 是啊 只是一样东西都说不到了啦 你连胡志偉都门了呀 我没想过你 你都做了这些这样的门徒啊 真是好样子啊 这些当然是民主党的恥辱啊 那当然自便离开了那个民主党啦 sorry 不好意思啊 哎 我都激动得仔 被许智峰激动我都倒了 哈哈哈哈哈哈 收事 收事 保重保重保重 香港竟然出卖这些这样的人啊 那我们继续讲一下啦 就是怎么可以 就是政府是要讲证据和讲事实 一定有那个程序在那里 才是可以做到那样东西的 不是你这个许智峰那样 不定向丧心病狂症的 一时又说丹麦 一时又说冻结 一时又说解冻 一时又说再冻结 你都掉了些钱出来啦 冻结再冻结你干什么呢 你很想进去他的网里干什么 那继续要讲一下啦 那为什么不讲那么多呢 那林郑说得非常好啦 她说强调了 调查的过程是不能够过分地透露内容的 虽然你是许智峰 是不是 你现在是一个逃犯 香港政府不会因为你一走了 做了逃犯就将你过去 在你的身份证号码 手机电话 将你所有的个人的东西 你的病历卡 精神病历卡也好 什么法卡也好 什么卡也好 将你的东西爆出来 我将你的全面公开 好像你整天起底 是啊 是啊 突破盲腸啊 大马sir 你看看 你没有起人底的 将你警察的资料摆出出来 那这个政府 没有将你许智峰的资料摆出出来 没有嘛 是咯 那现在呢 他应该也没得应该 那当然了 现在他 银行的内容 或者究竟他父母那些银行那些 都没有去说太多 究竟是什么 其实已经是 根据的程序是不能够说出来的 接着就说 否则就会影响整个的调查的了 令到违法的人呢 难以承之于法 意价值事不是不说 说了出来就会影响调查 不可以打草惊蛇 是吧 那当然了 那林郑的意思就是说 这样就 如果真的如果这样 说出来的话 只会对社会有害无益 那不就不点名 批评了这个许智峰 在社交网站的言论 哇 相当精彩 是误猎抹黑一些机构和人事 哇 相当精彩 我看见他这篇拍烂手掌 那林郑也继续说 就说银行是不可以将所有资料 坍开给大家看的 那只不过 如果呢 如果又表示一样 如果某一个人 他说话有份 有没有份量呢 你会不会信呢 那要怎么去断定呢 那你都要想一下这条人 他当然不是说这条人了 这个人有什么前科先了 这个人特别 这个这么特别的人事 有什么前科啊 那我在这里就不需要再重复了 即使呢 你心知肚明 就等于有些贼呢 被阿sir递回来时问 阿sir 你打算起诉那些什么呢 你心知肚明 你自己知道什么事了 那可能想着想着想着 怕着怕着就会爆完自己了 不知道许智峰会不会,大家不知道许智峰会不会呢? 可能会,以许智商 许智商,所以之前呢 许智商应该叫做 许智商应该叫做 所以他那个叫做银行户口被冻结的时候 他已经自己爆响口,爆响口 加上有几百万的,不申征畜理 这么快就没了,已经 爆响了,原来呢,几百万 他能够可以动用到的资产 就是有三百多万港元 现在呢,他扣起了八十五万,大概有多少 一件事,林郑这次这样说,我觉得做得不错 我知道有些网友,可能有些朋友 都不太喜欢听到林郑说什么,做什么 我觉得这次他串得挺重 串啊串啊许智峰 要给一个赚他才行 希望大家都赚一下他 赚一下一个人 给一些正向的鼓励他 他才会有机会和有力量 做得更好的嘛,是吧 还有,银行那方面呢,暂时呢 暂时呢,也都可以说,叫做 事情呢,都可以暂时 叫做,告一段落先啦 什么冻结啊,什么影响银行 什么金融中心啊,银行 没有事啊 没有啊 之前网上有封传说,有些传言说 美国会制裁的嘛 没有事啊 对啊,没有事啊 因为一个逃犯而制裁贵峰 然后又说,我们要 怎样,他提了些钱出来 又这招,好像去年玩过 大马上,是吧 玩过啊,去年玩过 你就提咯,我看你提了多少 唉,真的不要提自己 那一万多千太重了 许智峰啊,整副身家都有几球啦 你有几什么啊 几草 几草 就是吃草啦 可能,在英国不止 我想 英国不止啊 看看这班人究竟是怎样 不过很多都,以为自己 那一万多千呢 他们觉得呢 我们人多做这件事呢 就OK的了 你想想 人多啊 都没有被人做 他们说而已 如果是有很大的人 人流啊,新闻早就报了啦 是啊 但是他们订阅数有成 有成二十几晚的 每人提 每人提一元都有二十几晚 都几多钱放在这里 哇,我很害怕啊 汇丰说 是吧 是 我见到一些还好笑 怎样啊 那些黄友呢 去展览自己的 汇丰提款单 过了期的 是吧 没过期的啊 应该就 哎呀笑死我 你展览了汇丰提款卡 有什么用啊 请问 那Pay me 都可以 你展览了的 那你就提不到钱啊 那些钱又是放在汇丰那里 是吧 你还好呢 你不要走来搞到我 不要用我的服务 你什么都不要动 最好在那里 那你放在那里 放在我那里 OK啊 可能他券银行 只有几元钱 有什么所谓啊 好给你啊 我不知道啊 有什么好剪呢 剪烂了 没意思啊 那只狮子不会叫痛的啊 因为他刀卡了一个狮子 我看他的章 搞笑了 这些人都挺精神性的 你发几个Q精神的啊 你这样剪烂 他就代表收入 只不过是令你带流不方便而已 是吧 可能到时候 你真的有机会要用到的时候 那你就要补领咯 是吧 是吧 你这个行为 我觉得没什么意思的 接下来我们再去看看许智峰 那个有什么峰回路转的事情 发生了好吗 好 好 那今节呢 暂时来到这里先了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